为你提供实用百科知识 小尝识 小智慧 小竅门 生活小百科 陪着你 一起为生活增值 大家好 我是中大医学院 外科学系教授赵偉人 食道癌 其实在香港不是那么常见 不过死亡机会率非常高 我们也知道 食道癌引致的风险因素 是包括了食烟和饮酒 两样加在一起 其实风险就更加高 所以为了大家健康着想 最好减少食烟和饮酒 至于治疗方面 诊断的过程之中 病人通常会有吞烟的困难 我们一般都是用内视镜去做诊断 加上电脑素描 我们可以断定这个癌症的奇数 完全根治的方法 现在来说都是做一个外科手术 包括了食道的切除 或者如果是早期的食道癌 我们可以做一个内视镜的 摸下摸离术 去完全根治这个癌症 生活小伯伯 陪着你一起为生活增值